有人问我狗狗币跟Shiba 这两个币应该怎么选 你觉得呢 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我接下来就分享给你知道 我会怎么选 大家好 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 87man aka币圈 男生吃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 加密货币还有视频解决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加息一下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呢 哦 ok 来 我们看最简单的就是第一点 我们去对的 好对的 但是讲这个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欧一的话 马上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的服务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ok 注册链接跟telegram链接都会在这个视频的说明栏下 没好赶快去看看吧 ok 来我们现在看回这个shipper ok 很简单了 哪一个热度比较好 我之前都讲过了 你看shipper在上一个小时 last hour有590个treak ok 然后我们再看看dos dos在last hour有400个treak 简单来说 还是shipper比较占上风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看图 其实图呢 shipper跟狗狗币的图哦 这是shipper 这是狗狗币 这是狗狗币 其实啊看起来是差不多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问我这两个怎么选 我肯定会选shipper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 热度 然后shipper的热度 你们不要忘记哦 shipper在去年 收索量最高哦 去年狗狗币火嘛 shipper也火嘛 但是这两个比起来啦 shipper的热度会比doscoin 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有注意到哦 doscoin 呃在 去年的年底 差不多年底啊 好像半年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么受欢迎了 但是shipper还不一样哦 shipper 他的热度 根本就是从头 去到尾的 而且他们的团队哦 你看 他们很舍得 一直出新东西或者付出 哦 就是army他们很舍得付出 做很多东西 但是doscoin反而 你不会看到有什么东西 有新的东西 出来完全没有哦 反而shipper有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狗狗币我是 不会再动了 就算他今天哦 涨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也好 我也不会再动了 我现在真的只看好shipper而已 好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你喜欢 doscoin的话你就去 哈哈哈 OK 好 等下doscoin涨一百倍 shipper没有涨的时候啦 你就在那边 呃什么 说我当你的发财度 哦 呵呵呵 OK 所以 讲到这里 doscoin跟shipper这两个 你会怎么选 留言给我知道吧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